世界上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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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節 人文跟科學相遇 因為這個題目 看起來就是一個天馬行宮 可以試任何內容的 那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其實瞞這麼多年 我就自己心裡面 一直在念到這樣的事情 也是自己的興趣所在 那我們常常講說 尤其像我們這樣一個場合 都是為了這個大學教育提升 我們都會講說人文科學要結合 那什麼叫做人文跟科學結合 又怎麼結合 我常常會想這樣的問題 我覺得有一個蠻好容易切入的地方 就是真的有實際的例子 實際的事例 實際的議題 我們有具體的東西拿出來 人跟人中間就可以有東西可以討論 蔡老師原來在很多方面 像甲骨文 中國的喪骨史 一個具體的實例是講到竹籠 就從竹籠這件小事情我想可以切入 那我們先聽蔡老師怎麼樣 把這個事情跟大家講 當故事講 那我在後面呢 我也希望能夠把這個故事 用地球科學或者是現代科學的 這樣一個角度再進去看 應該可以看到更多的東西 這樣子我們這個結合才有發揮力量 另外除了竹籠 我自己也是蠻喜歡把這個古文裡面的古傳說 拿來跟大家這個捉摸捉摸 我自己隨便列了一些這些上古的這些傳說 我在想的問題是說這個背後是不是都只是故事 都是亂編的 還是說真的有一些真正的科學的根據 是我們現在才理解 過去幾千年真的沒有人理解 但是真的有傳說下來 那個都變得一樣變了未了 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往回去 當作這個像是這個福爾摩斯 回去辦這個探案這樣 不過我想我們今天就可以 可以從這個竹籠這個東西 接著就是山海經 這個就從山海經出來的 這裡面的故事當作實例 我想一個重點就是說 過去我們不知道的事情 現在有辦法知道 這是一個我覺得蠻令我們現代人 感覺到可以說比較驕傲的地方 我想請蔡老師 就是從這個竹籠的故事來跟我們講 在中國的古書裡面 有一個竹籠的神話 這個在《楚池天問》跟《山海經》裡面 都有這樣的一個 那《楚池天問》的句子是非常簡潔 這裡面講的就是日安不道 太陽光這個安是疑問詞 安就跟煙一樣 就太陽光有為什麼有照不到的地方 竹籠合照為什麼有竹籠在那裡照亮 這個《山海經》的《大方北經》裡面 就記載了這個竹籠跟這個一模一樣的東西 他對他有更具體的這個說法 他說在這個賜水之北有張偉山有神 能面舌身而賜 這個植木正成 這個記子到現在沒辦法解釋 齊名乃悔 齊勢乃名 不食不寢不息 風雨是夜 這個風雨是夜就是說能興風作雨 四足九陰 這個九中國數字裡面的九 就代表非常的意思 就是非常陰暗的地方 這個叫竹籠 那《山海經》的《海外北經》呢 講中山之神名曰竹音 他是視為咒 他看的時候是白天 他睡覺的時候是黑夜 他吹的時候是冬天 呼的時候是夏天 然後不飲不食不息 息為風 身長千里 這裡掉了一個字 在五起之東 這個一個起下面一個葉一個肉 其為物人面蛇身刺色基中山下 所以他住在中山下面叫中山之神 那歷來有很多寫者對這個竹籠的神話 有很多推測 譬如說有的把他講成祝籠 就古書裡面的祝籠 這個祝籠我們大家都知道是個火神 火神 那也有神話寫者把他講成獅子 勾籠厚土或賭博 那大概在一百年前 日本有一位電器寫者 這個人很奇怪 就是他為什麼能夠發現這個竹籠 就是北極光的現象呢 但是還是沒有找到 到底這個人他寫的考證的這個竹籠神話 文章在哪裡 我到現在還沒找到 這個文章他的考證是我找不到 但是他被引用的是在一個叫小川卓智的這個人 他的這一段話就是說 這個就是竹籠的神話 跟他說是竹陰跟竹籠 他說當然是同一個神話 年前大陸有一個叫張明華 在一本期刊叫《邪靈漫路》 寫一個竹籠就是北極光的這個 我們如果把張明華的這個文章 把它歸結整個大概有三個禮儀 一個是竹籠居住了北方 終年不見陽光 那這個北極光就發生在北極千周圍的霞光 眼看大火煩燒 照亮天氣大地 第二個竹籠生活在寒冰充滿了天氣 草木不深的北方 不正是北極千下長年 陳冰積血兒兒千里的血戰 第三個從山海經中的竹籠 明乃匪四乃明不就是北極千下的 極昼跟極夜的反應 那這個我們看他這三點說法 我想應該是正確的 那我曾經在1991年中央日報上介紹 中國最早的北極光紀錄竹籠 我後來經過我個人這個巡視的結果 我認為可以補充三點 就是說第一個竹籠在西北方 跟中國觀察北極光 以西北方向居多是相合的 這個就是中國的那個地理位置來看 應該觀察北極光會偏西北方向 第二個竹籠所居住的中山 就在今天的帕米爾高沿 再來竹籠的形象跟北極光一致 就深長千里還有赤色就是紅色的 那這裡是一些有關三海經的 一些古人畫的圖裡面的 他認為這竹籠的樣子就是 人面 蛇身一樣的 那極光啊 這個在古書裡面 我們當然除了這個竹籠的記載以外 我們另外在古書裡面有很多的記載 是刺氣 紫氣 黑氣 青氣 黃氣 白氣 青龍 赤龍 各種顏色都有 那為什麼是紅色的呢 那這兩位先生是研究天文學有名的大陸學者 他說這個極光出現的高度越高 則紅光度就越強 極光的平均高度是隨著緯度的降低而增高 這就造成在中低緯度出現的極光紅色 沉溫較多的現象 所以東方三國 那指中韓日 古代極光的顏色以紅色為主是有道理 那北極光當然有各種樣的形狀 可以有肥檢的絲帶 也可以像擬人的拖琴 也可以像兩條凌空的蛇形的彩龍 也可以平行的 平行短線組成的光幅 那對於這些東西我想 這個古代古書用的刺器白器紫器 加上這個匹布匹鏈帶不怎麼明切 一直到明代紅西炎年 有一個吳明氏所寫的 天言毅立祥義父裡面 對各式各樣的極光形態 用彩色來廢圖 雖然人是用氣來描寫 但是以現代的彩色極光照片比較 已經時溫盡視了 所謂的這個神話 在中國指的是 關於遠古時代的神明流傳的故事 這種故事常常一樣 片段的記載的流傳下來 那這種神話的形成 可以從某種自然現象 找到合理的解釋 竹龍神話正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竹龍神話是人面無足 植木正成都是漸漸附加上去 極光會產生 這個怪異的這個絲絲聲跟這個琵琶聲 所以古人也把它當作天獵 那這個有一個叫劉毅慶 他認為中國古代有關 米瓜煉五色時以補蒼天 這個 這建於這個淮南紫的藍明篇 也是因為天獵是由極光產生現象的泛解 而在補天神話中 這一自然神話就變成社會災難的象徵 那史書上把紅色的極光看作刺青如血 在《開言章經》裡面經常有這一類的記載 天烈見光流血汪汪 天開見光流血旁旁 那我們說古書裡面 像《左傳》跟《易經》的《空掛》 都有記載的《隆見於焦》 《隆見於降焦》 《隆戰於也》 這些龍我認為也許指的就是竹龍 就紅色北極光所造成古人的這個泛解 那這個極光的出現有了幾分鐘就消失了 有了多數的極光強度位置外觀不斷變化 達數小時乃至通宵雜誕 但由於極光的發生會使 天空增量十字百倍 而長可達百英里 這種神意的光向使崇拜龍的古人 以為是高空的祭龍 閒著佛晶照亮天空 竹龍這個名詞的意義可能就是指 光亮乳竹的龍 極地永夜第七 極光周期的樹葉 讓古人創造了美麗的神話來解釋這個現象 這個就是馬王堆出土了一個 一木的一個採棺 採棺上面有一些 這個就所謂的土蝌 因為竹龍有人說土蝌 土蝌這裡就是有鳥抓了這個蛇 要給牠吃 這個土蝌是古代一種拜的 有點像我們現在 浮木旁邊要弄一個土地公一樣 要拜牠 為什麼要拜這個 這是我認為現在 浮木邊的土地公 就是從土蝌崇拜的這個轉變過來 就是讓牠保護死者 不要被泥土裡面的這種蛇匪去侵襲 去咬牠這個遺體 這個主要是這樣 我們看下一張 這也是另外一個形象 土蝌在吃 牠畫在這個棺上 這個是一個 這兩個人 這個是就是 馬王堆出土 薄畫裡面的一個 被稱為一種神 有人認為這個就是土蝌的樣子 這個就是剛剛我講的這個採棺 有上期的這些採棺的這個 一個從上面照下來的這個土 這個裡面有這個龍 有這個球龍的這個形狀 就是有人認為這個是跟這個 竹龍有關係 這個還是剛剛那個 土蝌的那個形狀 各種各樣的那個土蝌 在這個採棺上面 這個是同樣一個 採棺的那個各個極部 這樣一下 這個是 馬王堆出土 木上面它有一個叫明晶 一個T字形的那種佛畫 佛畫上面是 畫死者生前的這種形勒圖 那這裡面有這個龍 龍蛇狀的 這個一邊是太陽 太陽中有這個屋 山竹屋 有月亮 可是它這只有兩族 這跟神話傳說不一樣 日夜 這描寫一個 他們認為是冥界的一個現象 就是到地府陰間氣的這個 我們再往下看 這是裡面的吉布 吉布這裡面有 有一個人他雙手拖著這個 然後上面的這個人 這些一些人物還有一些動物 往下看 就明晶上面 這也是月亮剛月亮那個吉布的那些圖 這個就是有一個人他拖著這個地底下 他認為是陰間地府 這上面是龍傳道的這個 這個是王者的一個生前的行樂圖 他有很多丫頭四者 這是吉布的 日中有三族屋 事實上這個圖出來只有兩族的 這一類的神話 古代要登天要坐著這個龍 往天上去 這樣我看看 這我剛講的就是馬上對這個明晶 T字形的 這是一個剛畫的那個族布 吉布這個就是三族屋 夜亮日夜的 這個就是他們認為 三星堆跟竹龍有關係的這個同仁 看我一下看 這個就是植木正成 認為眼睛這個樣子 這個出土非常多 這一類的頭部 這是在我們十一所 商代的一個人面的面積 他反面這個是不是掛著 可是他反面有兩個突出的 是到底怎麼是鑲在牆壁上 或是裝飾用 不過這種形象 一般來講都是地位非常地下的人 那這種是好像蒙古人種的那個樣子 錢古很高 這個 一般來講這一種 跟我們跟西方不一樣 做出人的樣子都是地位低下的 那一種奴隸階層 在十一所 這是三星堆的植木 眼睛凸出來的 再往下 這剛剛我們說 身體是一條龍的這個頭部 有兩個腳的 一個核 再往下 這個氣就這樣 這是氣概 這是一個尖出來 這是一個銅氣 這種青銅氣叫核 再往下 他的背部就可以看到這個花紅是連的 它是一條蛇 所以他認為這是一個龍的 就人面龍 蛇身 有人認為這個就是竹龍 形象 再往下 這側面 再往下 這是正面 這是 也是另外一種河 不過這是山竹河 他這裡是一個盤的一條龍 他有腳 他身體盤旋在這個青銅氣的蓋子上面 這個是 戰國中山國出土 四龍 這個是四條龍 那身體 怎樣 他有四條龍 然後 有四條路 反正就有三種動物 這旁邊就四條龍 這是一個座 座這上面是可以放一個岸 就是 這上面應該是一個岸 就是 做得非常繁複 就是 戰國中山國出土的 墓葬出土裡面的一個青銅氣 濁音 這跟剛剛一樣 差不多 再往下看 再來就是一些極光的照片 我們再看 這些有各種各樣的極光 往下看 這個也是 再往下看 這兩條 這個是 這個是像 爆發出的那種 煙火一樣 我們下看 這用一個船旁邊 這個做背景 這個也是極光的樣子 這是極光 這鹼漆狀 這寫地 極光 這鹼漆狀 樹 一個程式它的上空是減氣狀的 這個好像各種五彩一樣 這也是減氣狀下面是程式 以上我簡單報告到這裡 謝謝